大家好,我是冯光月 您现在收看的这个单元是短的比较有利 最近政府因为打算修改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也就是权动法 引起了这一档很大的反弹 尤其是国民党 国民党大力反对权动法 当然是因为怕中国共产党不高兴 其实我必须在这边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 新的视角 那就是台湾全民的防卫动员要对抗的 不一定是中国解放军 对不对 我们其实也可以在权动法里面 把假想敌设为日本或者美国 这些年中国不是一直在那边叫 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有野心 台湾的蓝白红势力听了之后 不是也一直在符合中国的这个讲法 还说什么台积电都被美国拿去了 变成美积电了 对不对 所以全民动员防卫 也可以是预防美国帝国主义哪一天 来侵略台湾呢 因此权动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根本就是在帮中国共产党 不要让美国日本呢 再把台湾纳入到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 这个势力范围内 所以干嘛那么想不开呢 一听到权动法就抓狂 还有有些立法委员担心 权动法一修的话 青年学子呢 是不是就要上战场了 例如有一个五党级的立法委员叫 黄国书 他就问教育部长潘文忠 权动法修了之后呢 学生是不是就要上战场参战 或者去生产武器啊什么的 其实黄国书啊 你想太多了啦 要知道很多像你这样子台湾人呢 长久以来都知道 学生的主要工作 怎么会是上战场打仗呢 学生的工作难道不就是 跟政府打打同学的小报告 或者监视班上的同学 或者有事没事就跟 亲自单位联姻联姻 对不对 你黄国书这个廖北亚出生的 怎么会不知道学生的任务呢 不要骗我的啦 所以呢 我们只要以全新的这个心态 面对这个权动法 一想到可以帮中国共产党 防堵美国这个侵略台湾 可以帮这个中国共产党 预防日本的再度占领台湾 大家一定这个欢天喜地的 去帮政府把这个权动法修的是 又周全又理想 好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 读案的比较有力 我们下个星期见 我们下个星期见 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